一年 電話要求大家 畫兩聲就好 我先問一下 會刮嗎 會養嗎 阿拉吃飽嗎 我畫台灣中國 大家畫一邊一國 兩聲就好 為什麼要畫我才會說到你聽 來 台灣中國 我們的氣扁不是這樣而已 這裡有台北來的 台北唱的 還有一次我都沒想到發到大聲 來台灣中國 這間中國 今天 台軍到這個洋服軍的事件 還有一個故事 台灣有一個大學 我才會介紹的 是在學校教授 我才會介紹他出來 台灣有一個叫濟南大學 在學校裡面 台灣的學生 對這個事情很想起 其中有的學生 做網路 做Facebook 去寫 寫 台灣國加油 楊俗軍加油 有的人聽說台灣的選舉要加油 結果 馬英九有開放什麼學生來台灣 中國學生來台灣 有兩個中國的留學生 在台灣的濟南大學 台學一年 到台學二年 在上面 對台灣的台學生 留一句話 這句話 是這麼說的 他說 台灣人 地告不如 我沒有變喔 這個新聞 對一個電視台播的 TVBS播的 這兩個 來到台灣 剛才來到台灣喔 台學一年 台學二年 把台灣人 聽說我們的選手 我們的選手讓人拗了 我們這個選手沒有作拼 讓人說作拼 一四人要 我們這個選手公平比賽 他跟高比零 讓人沒收 當然台灣人民對自己的選手在聽聲的時候 這兩個中國留學生 在台灣的土地 在台灣的夢中 跟我們搶 台灣人 地告不如 你會想起嗎 我們才跟我們共一國的 台灣中國 如果共一國的 我們就提告不如 像這種學生 他們向後說 你們在玩家 不要動作一輩子 今天台灣的 學生在中國 下一句 載到人家 打死了 對不對 我們又不該怎麼辦呢 鄭鴻宜 為了台灣的農民 切了一斤 收八 八戶 一斤八戶 台灣的學生 超過八十萬 用做學 貸款 被壓著負責 為了這裡 說一股三二斤 給這電視台 給國民黨 一直堆散 連銷位 這些中國流 是賣台灣人 地告不如 你有看到 國民黨的官司說八戶嗎 有看到NCC說八戶嗎 有看到 這些電視台賣八戶嗎 台灣人都地告不如 如果對這事情 不想起 我們就真的 比這政策 對不對 所以台灣中國要怎樣 一邊一國啦 社會來介紹 日本一 的公主